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和缓的迹象 就在此时呢 一名负责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美国高级外交官 星期一访问首尔 强调联合国制裁北韩的重要性 详细内容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负责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措施的美国特使戈德堡正在韩国访问 他星期一接往安国的外交通商部 与韩国首席和谈判特使魏胜洛会面 希望争取韩国政府的支持 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北韩的1874号决议案 在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平壤方面对韩国采取了一系列降低紧张的行动 包括释放一名被拘押的韩国现代集团员工 宣布重新启动金刚山的旅游项目 以及派遣代表团到首尔调业 刚去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忠 哥德堡在结束了与卫生路的会面之后 接受媒体访问 他强调联合国制裁北韩的重要性 我们的努力以及执行联合国决议案的整体目标 是促使朝鲜半岛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上 并且终止导弹计划 这不但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案 也违反了北韩之前在六方会谈中所作出的承诺 哥德堡抵达首尔之情 仅先访问了新加坡和韩国 结束在韩国的访问之后 他还将前往日本 一个支持北韩的公民团体 在韩国外交通商部门口举行了示威抗议 谴责哥德堡的访问 并要求在对北韩实施制裁之前 应该先进行南北韩对话 与此同时韩国媒体星期一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日 通过了调研金大中的特使 向韩国总统李明博传递口信 表示有意举行南北韩领导人峰会 不过李明博办公室随机否认了这项传闻 这表示他和北韩特使 在星期天广泛地讨论了 如何改善双方的关系 美国之音电视报